哈喽大家好,我是逸兰 我是敏捷 我是阿秋 欢迎来到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今天的开场就交给敏捷了 我尝试一下 感觉他们会把我删掉 就来聊一聊自媒体 我感觉国内现在搞自媒体的好卷 就是互联网叫它UGC 我之前还看了一个数据说 抖音现在DAU竟然有七个亿 简直很可怕 而且保持着每天有两个小时左右的用户市场 就这个东西简直不敢想象 但是同时 我看到另外一个数据 就TikTok 它现在在海外 就是非常好的一面 就是它的DAU现在十亿 就觉得它增长空间还挺大的 但同时它也挺惨 有它比较惨一点 就好像 不论是在美国被CIFUS在堵截 还是在 全世界看了很多新闻在英国 因为各种 就是水堵不服 管理风格不同 好像发展的一直 不是很顺利 我相信 这种东西预示着 海外这一块的自媒体 是一片蓝海 等待大家去发掘 就今天我们请了一个朋友 测子同学 他最近在TikTok上还蛮火的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他在这块是如何来玩转起来的 测子今天带我们如何搞钱 测子告诉我们 如果国内的网红已经卷不动了 去国外怎么卷 卷死老外 对 对对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测子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兼职 在TikTok上面的主播 也是一个creator 除了直播的话呢 也会去创作一些短视频 然后现在大概有四万粉左右 我的短视频的内容 主要是lipsync 就是对口型 搞笑段子 还有钢琴 如果是直播这块的话 主要也是聊天和才艺钢琴吧 也不能说是很火啦 就只能说是有人看 好谦虚 对 我很好奇 就是像在TT上面 就是像你这样 粉丝量不算很爆 但是他有一个小的基数的 这种所谓的腰部播主 是不是特别多 而且是不是 其实还蛮好商业化的 嗯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包括我的粉丝 能看到只有几百个粉的人 很少 就经常就能看到 这个人有几千粉 上万粉 嗯 就是其实现在 在TikTok上面涨粉 特别快 特别简单 因为我一开始入门的时候 就是我发了一个视频 只是想试着发一下 试水 对 试试水 因为我那个时候 是想发在抖音上 我就想 不如都发一下嘛 发在TikTok上面 结果抖音没有人看 但是 TikTok上面有几千个赞 哦 你发的什么呀 就是 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text 就是他的文字是 是这样的 他问 Where is your boyfriend? 然后我说 It's in another nation my imagination 就很简单的一个小段子 然后就几千个赞 我就觉得 诶 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 往下深入的再做一下试试 对 这个就是 开端 那我觉得 好像当TikTok博士 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不是一种错觉 你可能打破我的错觉 也有朋友 也在TikTok上面 发了一些视频 但是可能 由于就是内容的选择 有点水土不服 可能转占评 数据就没有特别好 所以如果想要发视频 可能还是要谨慎 选择你的内容 比如说什么样的内容 会水土不服 在什么国家水土不服的 你是在什么区的 其实我们是 照常理来说 是不能选区的 因为我人在美国 所以我就是 他会自然的分类到美国去 我懂了 我懂了 我好奇你的那第一条 就是 Where is your boyfriend? 你配的是什么视频呢? 然后突然下这么多人点赞 就大家是因为 喜欢 这是一个京剧还是怎么的 你有没有分析过? 就是很短 其实我发的很多视频 都是很短 然后有一点小搞笑 有一点抖机灵 我一开始前期发的 这些都是不太需要 就我只需要选择 我的这个 text 然后具体怎么样 拍摄啊 创作都很简单 然后这样低成本的 去多发一些 发现数据就很好 其实他们可能 就只要那种 简单的小走机灵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 你这样让我真的觉得 老外真的都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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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大批量涌上去 就可以卷死他们 你要知道 国内互联网 现在都卷得不行了 对 那些自媒体人 那你的朋友发了什么 结果就没有那么受欢迎呢 他们发的很难 在聊孔子吗 汉学国风什么的 好像也是有很有市场的 只是说可能 发的赛道不一样 对对对 其实现在TikTok上面 有挺多 中国的主播 也是就是做汉语教学的 就是我教老外说中文 其实他们做的数据 还挺好的 我朋友也发了 他们想教自己的粉丝 说一些简单的中文用语 结果就发现没人看 因为会觉得 一个是觉得 不是那么专业吧 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粉丝 可能只是过来 想要娱乐 想要笑一笑 笑哈哈 结果你过来给我上课 然后就立刻滑走 所以数据就不太好 就是还是要 know your audience 就是了解你粉丝 想看什么 就看来给美国人 教中文是不太靠谱 除非你是专门的中文老师 我觉得可能会 会好一些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随便教几句 没人看 对 我觉得其实本质上 是因为人不喜欢学习 哈哈 是这样的 或者美国人不愿意学习 就是像搞笑 中国人喜欢学习一样的 真的是 抖音上有什么学习的内容 想学习的人 不上TikTok或者抖音 对 想学习 你就真的花钱去学了 就把我去学 对啊 还有我就专门请个 中文 中国老师来一对一交 对吧 像视频号上面 我就喜欢你看一个 一个女生 她是嫁到美国去的 她教那个英语 她怎么教 她其实没有教 她就在吐槽她的老公 吐槽她的小孩 然后各种问题 就是一分钟以内的 一个视频 搞笑的视频 但传播就很好 同时你也能记住 大概一些 理语 一些怎么样的对话 你现在更新频率是怎样 我要是闲的话 可能两三天更新一次 如果忙的话 就一周一次吧 一周一个短视频 这样子 然后直播的话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频率 就是短视频跟直播 我反正都在做 可怕她忙的了 对 那你直播之前会发预告吗 还是咱就说直播就直播了 这是一个好问题 是这样的 直播的话 其实我大部分 可能90%都是不发预告的 我只是会在固定的时间开播 但是如果我有 比如说我马上要过生日了 或者是马上要到春节了 什么的 我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节日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我可能会在直播间里面搞一点小活动 那我就会提前发个预告 比如说穿汉服的 就是我还挺喜欢穿汉服给老外看的 他们也很喜欢觉得汉服特别的漂亮 我就会跟他们讲关于汉服的 而且我会分朝代的去讲 这是多少多少几百年以前的 这是几百年以前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会很接受这个东西 觉得又好看又有历史 对 所以这种内容的话 我就会精心设计的内容 就会提前发一个预告 让他们定好时过来看 然后打钱 效果会更好 对 效果会很好 哇 那你做了多久了 就提提上发视频 我大概做了能有一年多吧 一年多这么多粉丝 我觉得还挺快的 而且就是 那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想做自媒体 可能做了一周 对 某人的小红书是吧 没把气了 就 对 像我们想做小红书播主 然后我们大概一天都没有坚持到 你们这放弃的也太快了 对 从开始的话 只要一秒 都没有等到反馈 对 我们今天 我说我想发一个内容 好 我首先要从P图开始 啊 好累啊 不发了 对 对 对 可能因为我之前 就是做B站 做了大概有四年左右的样子 而且之前也是B站三年的那个关签主播 所以在做视频和做直播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有这种习惯的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负担 而是我本来可能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段子觉得很好笑 我自己就想拍 拍了我就想给人看 或者我有一些想法 我就会想录出来 就是那种表达 表达欲 对对对 然后B站也就做不下去了 我觉得ATT的反馈数据都这么好 那我就不如多在这个上 换一个赛道 对 而且反馈都还都还可以 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 就一直搞到现在 诶 我很好奇 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段子在TT上有这么好的反馈 为什么在抖音上没有 所以他们俩的生态的一同点是什么 那你的观察上 其实主要还是取决于观众吧 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 他们看到一个会说英文的女孩 他们不会觉得 诶 厉害 他们会觉得你放什么羊屁 这倒也是 我这互联网就是对于说英文 他们就是 简中互联网的极度不由 对 他们觉得你一个中国人 你在抖音上面装逼干什么 谁还不会几句英文了 hello什么的 然后在TikTok上面的话 我说英文 大家都会觉得 大家他们会真的觉得 诶 很好 就会看到一个 亚洲面孔的女生 然后你又能明显的听出来 她不是Native 然后她英文又说的还可以 就会觉得很有兴趣 说诶 我很少见到英文说的这么好的 亚洲面孔的女生 对 所以就是反馈是不一样 一个是正向的 一个是负向的 就好像有很多老外 就好像有很多老外也会在中国的互联网发 她说中文 对 就还蛮有 确实是 就会有很多人看 对我好像也有在 在在在这种短视频上上看一个老外 就跟她老婆学中文 就是你会觉得还是有点趣味的 对吧 而且说的还 又还不错 又搞笑 嗯 对 我觉得其实这种差异的话 你找对了一个点 嗯 是这样的 其实我有把一样的内容 在我的懂语上面发 我发现 如果发在中文互联网里面 得到反馈 基本上两种 一个是 你在装逼 另外一个是 我听不懂 我不听了 嗯 就是 所以 反馈就不是特别好 那如果我 比如说我 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 你在英文这个 关上卡死了我 所以在英文 英文到什么程度 比较适合去提提发 做博主 嗯 我觉得是能 基本交流的程度吧 但我最近发现 因为很多国内的工会 想要出海 所以最近TikTok上面 涌现了一批英文 说了很烂的 中国和菲律宾 还有亚 反正就是亚洲的 这些主播 他们基本上就只会 寄一些台词说 给我礼物吧 大哥们 这也行 这也行 这样 对对对 数据好吗 很差 那就行 对 他们觉得这样子 按照国内的套路 往海外走 或许行得通 但其实目前看来 还是行不太通的 数据很差 就你的英文 还是要 基本上能过关 你能表达自己 你也能理解 别人在说什么 这是机会的 你能跟粉丝交流 对 是的 你能用英文 讲段子 讲点搞笑的 就可以 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什么技能 我也可以发提提 只要我 我豁得出去 还是说 一定要拥有 某些特质 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 只要过了语言 这关 你可以跟他们交流 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特质 其实都会有人欣赏你 都会有你属于你自己的粉丝群体 就是你可以搞笑 也可以搞怪 也可以就只是正常的跟人家聊天 都会有相应的群体粉喜欢你 因为现在用TikTok用户太多了嘛 就是你总能找到吃你这盘菜的人 对 他说11的DAE 我也惊到了 对 刚才你有提到你的4万粉丝 有看过背后的那个用户画像吗 有有有 大概一半60%左右是美国人 然后剩下的还有澳洲 新西兰 欧洲 就是像英国 意大利 还有一些是东南亚那边的人 都会在少量分布 主要大部分还是美国人 性别和那个年龄段呢 年龄段的话 就是从18到五六十的都有 正常 然后现在的主要的观众 大概60%是男性 40%是女性 也OK 怎么就OK了呢 就正常的分布我觉得 就是类似于他的粉丝画像 是不是和TikTok 目前大的一个用户画像 是去同道 大差不大 其实我的粉丝画像 跟TikTok平均相比起来 是年纪偏大的 就是可能TikTok很多用户 是很小的 就可能20岁以下 但是20岁以下的人 可能就不太看我直播 因为我就是只是去聊天 我喜欢去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生活感触 以及问他们 美国最近就是 问他们的想法 但是可能年轻人 并不喜欢讨论想法 他们就喜欢可爱的小姑娘 所以这种就不太会关注我 所以你会和他们聊一些 就是想法这个层面的问题 也能举个例子吗 或者讲小故事 对 你平常里聊什么 然后他们反应很好 其实我什么都聊 我就是把他们当成一个朋友 我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啊 或者是矛盾 我都会跟他们说 比如 我想一想 比如你今天不知道喝什么咖啡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比如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得了癌症 然后国内的医院已经说 他没有办法治疗了 他只能去美国的一个 Anderson医院 去上那个临床实验 我知道了 Anderson医院 对 这是他最后的那个希望嘛 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事情 我说 我很想陪这个朋友去美国 因为他因我很差 他家人又没有办法去美国 因为签证的原因 对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以后 我的粉丝就突然出现了一拨人 就开始给我发私信说 他们也有类似的经理 他们的亲人也去过Anderson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Anderson的工作人员联系我 说你把你的朋友想要参加的这两个实验的编号发给我 我去帮你联系下主治医生 然后让他们用邮件交流之类的 哇 好暖心啊 很暖很暖 然后后来我说 我的这个朋友他 就是他只要参加Anderson的会诊 就要花掉人民币大概20万 天哪 所以他家就是 反正也比较困难 然后就会有粉丝 他们就在评论区提出说 要不然我们给他们募捐 募捐 对 就他们自发的想要给 这个他们素未谋面的女孩去募捐 希望他来Anderson治疗 哦 这个好暖 这个对 这个还听到我 我觉得还蛮蛮正经的 有点听到我 对 他们对我粉丝都还挺暖心的 对 而且他们平时会跟你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就你在他们聊日上 他们怎么反应回馈你呢 聊啥呢 你就是要我开一直播 你一个直播开多久 呃 一到两个小时吧 对啊 就聊什么呀 一个粉丝 一个人solo哦 solo哦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更新频率 其实是指你的短视频嘛 那你直播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频率 呃 直播的话也差不多 那忙的话就一周一次 不忙的话一周两三次 嗯 solo两个小时 聊啥是个大问题 对 啊 聊啥呢 其实你只需要在开场的时候 solo一下就可以 你只要找一个话题 他们只要接住了 他们接住了 开始跟着这个聊了 那你接下来你就很简单 你就问他们 那你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或者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 哔啦 哔哩巴啦 哔哩巴啦 啊 我懂了 那么是书还是写 现身说法 对 现身说法 就找一个小切口进入 其实就讲故事一样的 对 那你把话题抛给他们 对 把话题抛给他们 然后你围绕着粉丝去聊就可以 就是我可能只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去讲我的故事 然后开启这个话题 当他们有共鸣 或者他们关于这个想自己聊的时候 就会聊得很畅快 比如说我有一次就问 我说美国有什么奇葩的吃法 他们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把那个墨西哥的那个辣椒酱 加在香草冰激凌上特别好吃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不敢想 然后我就沉默了 我沉默了以后 弹幕区就疯狂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那边聊 后来还出现几个人说 嗯 我尝默真的很好吃 对 就其实也不用担心 就像我们 那挺好的 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 不是他们说有一个 把老干妈辣酱放在冰淇淋上 也很好吃 不是类似于这样 对对对 类似类似 你下次直播能够带我们去看看吗 好可爱 下次 我随时可以直播 我把手机带我来 直播的手机 哇 这个挺好的 对 所以其实直播能给你带来 多大的这个涨粉呢 呃 直播的话 我多的时候 播一场下来 大概能涨一千多粉 嗯 少的话可能就几十个 而且我感觉 你找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就是把话题抛给粉丝 这样你跟粉丝的连接 是不是会更紧密 嗯 是不是会有一些人 会成为你的固定的沟通对象 就是固定会跟你每天直播聊聊天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对 有有有 嗯 这种人的话 如果他们还有比较强的消费医员的话 就会升级成我的房管 因为他们永远都会在 对对对 是的 其实我的粉丝年纪一直很强 可能是我个人直播风格 像我之前在B站不是播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 我那个时候的粉丝到现在他们都在我的那个B站的粉丝群里面 依然是活跃的 就他们时不时还会聊天 甚至有人会在群里面就有谈成生意的 哇 然后他们也是好朋友 还有他们抛下我自己线下面积去的 我问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仨也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搞粉丝群这个问题 但是就看了很多好的案例 也看到很多不好的案例 所以我们就还蛮 就我不知道会不会简直啊 就下了 就我们仨就一直就是举 你是做了个微信群吗 QQ群 呃我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运营 我跟你们说 如果想做私欲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选一个好的房管 或者选好几个好的房管 这个你们就是要留神 这个好房管一个是情商要高一点 而且是你们忠诚的粉丝 就是而且该 就要找粉丝来做 对呀 他们的理念跟你们的理念一定要是一致的 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这个东西要明确好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权限交给他 其实比如说他作为你们的中使用户 或者如果是在直播的场景下 就是大金主 他在粉丝群里面是有微信的那个人 如果你是主播 他会觉得主播跟我不是一类人 但如果这是一个大金主 大家会觉得 嗯 这是我们这一类人 而且他很有能力 我们是 他是有这个威望在的 所以他说话有的时候比 主播说话管用 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如果真的跟 比如说你在TT上的粉丝 怎么建了个群以后 好像关系会变得很微妙 对 好像就没有在TT上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去交流 那么的自如了 就我就突然觉得直播没有那么可怕了 就是 对 就把这个话题 直播一点不可怕 我还带我妈直播呢 就是跟美国人直播 现在可以带我们下来吧 来试一下 可以啊 他们可 对 对 我们下次 我们有镜头恐惧症 我们就像蓝姐成功把话题抛给我一样 她可能已经get了 怎么样让这个对话进行下去 就是反复丢话题 像丢仇一样 每个有镜头恐惧症的人 看到我TT的眉颜滤镜以后 都不再恐惧了 我惊叹自己的美貌 真的吗 你们下次带我们体验一下 带我们体验一下 我们都有种冒焦虑 对的 很美了 那个美颜开的 但是其实英语好 就是能够达到这种自由交流的 我觉得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了 是的 并不是说你说的话 尤其是像美国人说话 他有很多的那种鲤鱼 他的那种黑 他的那种黑话或之类的 你必须还是要 就是不能叫做基本了解 你得有一点 就是熟练掌握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才可以 他就是 其实门槛还是有 有隐形门槛 但是现在其实就是 因为海外留学人很多嘛 我想就是这个水平能达到人很多 就你触达的你愿意触达的那一群人 应该就差不多了 对 就是有这个基本能力的人 我觉得都可以去试试 因为确实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 兼职或者全职的机会 如果做得好的话 对 你想过做全职吗 为什么是兼职呢 我想先回忆一下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离语不太认识的话 其实这可以是你的一个吸引人的点 就比如说我们换个场景想 你是中国人 然后一个老外在直播 你给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他很认真的问你 你会不会很想给他解释 很想教他这个短语怎么用 对 下一次你在看他直播 突然发现 他知道怎么用了 他直播的时候用起了这个短语 你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养成 养成 对 了解 所以其实我直播的时候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的那种离语 我就会停下我当时在聊的话题 我说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会拿出词典 我就会开始一点一点的打 打这个短语出来 然后他们就很很快乐的告诉我这个怎么用 然后帮我造句子 我说啊 我学会了 这个很好 这是很好的互动 而且有很好的社区感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会有这种 就是你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我听不懂 就是那个观众他会觉得他会嘲笑你 我天然的以为就是他会嘲笑你说 你根本不是融为一体的 你根本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他就会退掉 但实际上不是 他其实反而是一个互动的点 我觉得你好厉害 就是你会善于把劣势化为优势 在这个灵活运用上 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吸分 这个我get到了你的一个秘诀 对 我觉得我英文说的比他们的中文肯定说的强 所以我很自信 我不会就是不会 不会你们教我 教我会了咱们以后 他们很多人说我现在英文 比一年前英文要提高很多 原来想学英语上TT 上TT做主播 可以学好英语 这是什么广告 对 你这是在TT植入吗 有没有偷我们钱 没有我只是觉得 就是平时的时候 你想提高英文 你会觉得没有途径 比如说你去看美剧啊 或者看什么 你其实还是看 而不是说 你说你又没有这个场景 那你现在确实通过这种网络平台 有一个场景 不上TT也行 你上ins 你上油管 你也可以直播呀 是的 然后我还见了一个思域的 就是像是粉丝群那样子 是在WhatsApp上面 当我直播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发了一个单词 我读不对 我可能知道什么意思 但我发音是错的 我就会说 你们加了我WhatsApp的 赶紧把这个正确的发音 给我发个语音过来 教我应该怎么发音 或者某个句子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读 你们教我 他们就会发给我标准的 美式的发音 然后来纠正我的发音 我觉得还挺有帮助的 这个真的 就一个大家庭 没有任何 没有在厕子的周围的大家庭 就是一个家人的那种感觉 对 我就是想建立一个Family 或者是一个Team of厕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而且我感觉好像你们没有很明显的 就是说主播对这种粉丝的一个权威 或者一种权力的感觉 反而就是一个很和平 和平 然后很融洽的交流氛围 就不会让我想象 因为我想象中 就是你知道去年315打假 你知道那个事吧 就是说一个女主播怎么 大 绑一大哥 绑二大哥 然后什么一堆小弟啊 什么就是阶级分明 你知道吗 就是我对直播的刻板印象 就是这样的 就我觉得是那样的一个圈层 但我听到你说 我觉得好像在TikTok上去做 反而会更融洽一些 没有想象中那种关系 或者还是说 这是由于你的个人测制带来的呢 个人测制是一部分 因为确实我有看到一些主播 他们是命令自己的金主 比如说在自己打PK的时候 就说 我就指望你了 你必须要帮我打 在TT上面也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个人的特性吧 我觉得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性格 然后去发挥 就是作为一种有界限的真实 这个词很好 有界限 所以你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 你就不开心或者 不友好的粉丝 不友好的事情吗 有吗 我有 我不开心的事情 你们肯定猜不到来源于哪情人 来源于中国人 为什么呢 他们会骂我说 你这个崇洋 媚外的 然后我就会用中文骂他们 因为反正是美国审核员 所以他会审核不全 因为中国人在骂人 所以这是一个bug 然后被抓到 对 我说 你们这些打字的 跟我一个说话的对吗 你们搞笑呢 我就把那个 就是 谁骂我 我就骂谁 然后 然后我再用英语说 Oh that's nothing I'm just grating them 然后他们就学会了 如何grating them 然后 然后就会出现 一系列连锁反应 哇好厉害 这个很厉害 对对对 他们有什么好处 你朋友没有玩 他自己干嘛呢 真是 如果这样 他们就觉得 你长得也行 你怎么不去抖音播呀 你来TikTok上面播什么 就这也能说成是 这个白眼 骂得很难听 而且他们会带节奏 甚至有一些中国人 比如说他看到了我 我可能怼了他 他们会回去找很多的 其他的中国男人 过来一起骂我 天哪 那怎么办呢 踢出去 我的防管这个时候 就会发挥作用 就是咔咔进言 咔咔进言 那还是相对你们 还是一小友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觉得 一个普通人来说 遇到网上这种 有点像网爆的谩骂 还是蛮糟心的 而且会承受不了 我还行 因为我也多骂回去了 或者我心里比较强大 很爽 很爽 骂回去了 对 而且我是 记完他们言以后 再骂他们 就是报复 挺好 所以你做TT 就是发的短视频内容 其实都是比较聚焦 是吗 就是都是对口心 不是 还有一些是弹琴 还有一类很受欢迎 是我会去买一些 国外的零食 他们当地人很爱的零食 来试吃 我会自己 吃播吗 也会吃 然后会请我妈 还有我朋友 因为我们就是会录 各种各样这样的视频 这个我倒知道 但这个对词汇量要求蛮高的 你不能老说 miss yummy 又下个 还是miss yummy miss not yummy 就是他对你的词汇量 要求会高一点 哎 这个就 这个就还是刚才说的 我比如说 我马上要拍一个 试吃的视频 我就会提前在直播里面 问他们 我说好 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有哪些词汇 是描述酸 哪些词汇描述甜 就是我会把这些 然后他们会教我很多 我就会拿一个笔记本 把所有跟味觉 跟那个咀嚼的那种形容 相关的短语词汇 全部记下来 然后我在去试吃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上这些 哎 好有趣哦 你真的是个运营大拿耶 对 我觉得他的天赋好高 就是他会擅长 真的把所有的东西 都转化为一种 就是运营 而且转化为一种 你跟粉丝之间的互动 互动 对 因为从我们出发 真的这就是些 看上去的劣势 就你不会 就像敏捷刚才讲 就是 我觉得我只会压米 或者 但怎么办呢 但我就把我的这个 缺点暴露出来 嗯 就是让 这其实一个 一个互动的契机 对 所以我还想 就是你刚刚说到 有界限的真实 这个界限 如何规划 如何 如何为自己 划一个界限 说这个东西 是我可以 告诉他们的 这个东西 是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嗯 这个有界限的真实 其实是 人大的一个教授 叫董成宇 嗯 他提的 我知道 他很好 就是有一个是 他这个原文叫 Bounded Authenticity 就是有界限 就是首先你不可能 跟你的粉丝 把真的就是做到 很亲密 他们首先 他们不是你 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所以你肯定要 模糊掉一部分 你不想让他们 知道的东西 但是真实 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 没有办法 去假装做别人 如果你想 让自己有吸引力 你必须要 在你自己 有的特质上面 去发挥 嗯 那这些特质 其实我觉得 不存在所谓的 优势或者劣势 反正就都是 你的特点 你只要告诉他们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面 去发挥 就还是会吸引到 喜欢你这些特质的人 所以你是没有去 做过任何人设 你就是自然的发挥 然后再去 根据反应好的 那一部分 去发挥那个 最好的那个特质 最容易受到 就是反应的 我 我有一个搞笑的人设 其实一开始没有的 是后来坐着坐着有的 因为他们有人老是问我 你几岁了 我就很烦 我就说我53了 然后他们说 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也很烦 我说我是黑帮 所以 现在我在TikTok上的人设 就是一个53岁的酗酒黑帮 但我很喜欢这么说 反正他们每次问 我就说我就是这样 你们别再问了 你们爱信不信 就就 我也不讨好粉丝 我就这样 对 忽然很想去TikTok直播 是不是听完了以后心潮魄 对 很好玩的感觉 而且也有爱 对 那我们说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在TikTok上去做这种博主的收入怎么样 你能够养活自己吗 就像你这样兼职做的 不是全职的 兼职做的话 如果饭少吃一点 酒少喝一点 还是可以养活的 都可以养活了 养活 因为我其实最近开始在TikTok上面接到商务了 哇 接商务推广了 虽然给的价格不高 但是是我挺喜欢的产品 所以我现在在TikTok上面 虽然我只有四万粉收入 一个是直播打赏 一个是那个商务推广 然后还有一些我的视频的打赏 如果有条件就大家账号做得好的话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Creator Fund 就是那个创作者基金 所以其实收入还是还行 比较多元 对 但是你要投入时间做就是了 我现在因为有我自己的主职工作 所以时间是受限的 那你做一个就是兼职的去做的收入 一个月能到多少 跟我主职的工作可能收入差不多 哇 哇挺好的 很厉害了 今天晚上我就去开 相当厉害了 这就很厉害了 那如果是全职做 是不是可以做到double 甚至trible 对吧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那你干嘛不全职呢 对啊 因为他不交涉吧 你在说什么 对 为什么 好奇 因为我觉得直播这个事情 你要有一种松弛感去做 包括拍视频 你要有一种忠于自己 不管你喜不喜欢的这种前提去做 如果如果我把这个当成全职 我可能就会很紧张 我就会想 大家会喜欢吗 不喜欢吗 哪里不喜欢呢 我可能就会 调整随时的 对对对 我就是会做的很有压力吧 可能反而状态不太会会不好 会比较迎合 然后没有办法就是 把握住一个真实的状态 对 是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主持工作 作为自己情绪稳定的一个基础 明白明白 安全感脱 是一样的 对 像我们主持工作出来录播客 如果专属录播客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会比较 没有现在怎么松弛 就非常焦虑有可能的 对 就你会想到 哎呀这个 菠萝能不能带来金属爸爸 上变现 对对对 就没有现在我们这种松弛感 这样录的就很开心 不会一直去想 我这期能不能报 能不能报 对对对 它刚来的就会自然到来 就会有这种 哎那最顶尖的这种 TT的博主收入能够到多少 有能够到我们的想象范围里 一个垂类赛料的和一个就是头部的 还是说TT没有所谓头部概念 TT是有头部的 但是头部的收入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大家有条件的可以去看一下 头部主播PK 我感觉要进入另一个斗手场了 对我们也在别的平台搞过这种PK嘛 就是观察到的就是打赏的整体钱 都是给到其中的一个头部主播 它占比是非常大的 就有一点就是 就是大头吃掉了绝大部分收入的感觉 就是20%的人吃了80%的收入 还是说它的收入层级相对平衡 我的腰部中部的和尾部的脚部的 头部主其实都能够分一倍功 其实脚部的脚部的有的时候也能上榜 因为现在各国其实TikTok是有那个日榜 或者是周榜的 大家就是也是有条件的可以去看一下 每天在榜上的这个前十的主播 他们的粉丝数量 有的是几十万 有的是几万 甚至几千的也有 就是它还是相对均衡的给你了一些机遇 让你能够从流量之力突围 对对对 甚至其实流量特别好 我觉得在TikTok上面 不一定意味着你的营收就很高 像我其实我之前有一阵把我的流量就是非常好 但是我的营收很低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跟你的粉丝做深的了解 比如说你是一个粉丝 然后你看我直播 你很想多在这个地方待一会去了解我 但是我可能会 就我你你已经留言了 但是你的留言因为流量太大了 所以一啥 冲掉了 我没有办法回应你 你所以你没有机会去跟我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连结 我就走掉了 对你就会离开 啊所以其实快速的涨粉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路径 对吧 其实还是要一步步积累 我相信他这个收入背后的模型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包括你的粉丝来了之后 他到底有留存多少 或者说这都一样的 包括他是不是跟你有过更多层次的互动 或者他因为你有没有在TikTok上完成更多的消费 他的模型流量来你没有承接住什么之类的 他他可能就留不住 但如果说你的流量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这块流量吃着扎扎实实的吃进去了 那么你相对来说 你从他的尺子里分掉的钱应该也是更高的 他质量会更高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还是说就是既然就是你说到这个关系嘛 就是流量可能不一定意味着变相很好 但是如果我是个小白 就今天我们就说我是个小白 我想去TikTok发个视频 我就希望我至少先拿到第一波流量吧 我不能老是十几二十几百的播放 然后没有多少点赞 那我想让我的东西能够有第一个突围的视频 或者直播出来有没有一些办法 或者有没有一些路径可以参考 或者是一些知道一些关于流量机制的一些东西 你摸索到的 是这样的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 在TT发视频的话 如果你是个信号 他会给你一些初始流量的 像我发的第一个视频 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 You're a boyfriend 对 Imagination 就是很简单 但是他给了我挺多的流量的 我在大概前一档个月 我随便发视频 流量都挺高的 但是后来到了中间 可能流量就下来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 信号扶持过了 对 信号扶持过了 保护器 对 那我可能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创了一个信号 你发第一个视频能不能 就你第一个视频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其实现在很多 大家出海去做TT 都是搬运的抖音的视频 对 对 如果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 或者你后面想开直播的话 我觉得这样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你的视频内容 首先它是 版权的 对 版权问题 它是搬运问题 而且它跟你这个主播本人 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大家如果是因为看你搬运的 这个视频关注的 你到时候看到主播又不是这样的 那不就举官 那就没有用了 对 所以更建议真人的 真实的一个 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 就是IP的打造 或者是内容的打造 会更容易长期的积累 对 是这样的 对 那比如说我 我什么样的内容在初期最容易出来一些呢 就是我们不说大爆吧 就对吧 就更容易被看见 或者说更容易在这个流量的池子里游泳的时候不被淹死 这个 这个机制应该是跟国内抖音的这个基本的逻辑是一致的 就是在这个方面 他俩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你前三秒的时候你要抓住对方的注意力 对 注意力 然后让他们开始留存 把数据搞上去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那就大家各出其招 各有自己的招数 对 今天晚上会出现一批 we are so boyfriend 那 那长度上和这个 对 结尾上 或者是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呢 哦 关于结尾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还在摸索 我觉得我的视频都特有虎头蛇 对 我自己也还在学习吧 长度的话 我是感觉如果你发太长真的不太行 我有试着发过一些比较长的vlog 数据都不好 多长呢 多长算长 30秒以上就已经很长了 就不这么行 好的 深吸口气 所以你的都是在30秒以内的 基本上 我现在已经把它们压缩到15秒以内 那15秒可以做什么呢 we are so boyfriend 对 除了这种内容之外呢 除了这种 呃 什么15之舞 搞笑舞蹈类的 呃 舞蹈我 我干不来 我有点 放弃这个 放弃放弃 就其实15秒 已经可以放很多镜头进去了 15秒足够你说四五句话了 就 现场来 来一段 现在就是我们 你的 那我还是要想很久的 我有一个小本子 就是平时我想到 什么东西可以拍 我会把它们记在上面 哇 然后我会把每一个镜头 拉得很窄 就是一秒 足够让大家能看清楚 这是什么 我就会 OK 那就只放一秒 就尽可能的在15秒内放 更多的 足够的信息量 同时你 同时你 其实你每天是有这种记录的习惯 然后去搜集 去积累的 哇 其实有很多技巧 我觉得它还是真的 对 就分享一个你 自身非常自身 就是你的爆款 爆款短视频 你那一段15秒是怎么出来的 哦 你就是之前的 之前的 我有一个比较爆的 大概播放量在十几万 那个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本 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喝酒 我的人设又是一个酗酒的黑帮 所以我那个视频的内容 就是我在喝早晨 我从一个马克杯里面喝东西 然后话外音是 What are you drinking? 你在喝什么? 我说Tea Tequila 茶 其实是龙舍兰茶 然后后面又加了 It's been a rough morning 今天早晨真的很难熬 就是这样一个 其实信息感很大 就很有转折 对 然后你就耿用的也很好 然后又符合你的人设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花了一些心思 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我感觉这样一个短视频 我之前有尝试跟朋友聊起来说 短视频电视 会做剧 还会做电影 会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media is a message 我当时觉得说 电视剧里因为它毕竟 它有很多几很多小时 所以人设可能比较重要 然后我觉得电影的话 其实整个故事架构比较重要 然后如果短视频的话 就是你要做到你的信息量足够的密集 每一秒它都在刺激 让你知道很兴奋一下 看下去 然后你的兴奋点 可以持续10秒左右 那同时听完 我是觉得 确实现在难怪电影 塔克福斯基的电影 估计现在是没人看 还是很有很多人看 其实人家都在看这种 对就是有一个趋同性 可能全世界的青少年 都在看TT了 就是TT已经变成一个 通用型的一个文化工具 或者是一个媒体工具了 越来越多人在用 那其实我想问你是 如果都是这么短的内容 是不是你更建议 比如说需要塑造一些 长的这种长尾的东西的时候 放在直播里去做会比较好 因为你直播是两个小时 其实我觉得很差异 你的视频只有15秒 但你直播也要播两个小时 真的会有人看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吗 会会有 其实每次直播结束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后台 观看你直播时长的人 最多的人有哪些 有一些人是会从头跟到尾 但是我后来发现 他们可能就是 只是放在那个地方 有个声音 还是陪伴 对 比如说他们是一个 开长途汽车的那个司机 就是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听 他们可能中间打一下 他说测子 我没有办法发弹幕 我再开车 然后我说OK OK 然后我就还是接着 该说什么 说什么 觉得还蛮温馨的 就像那种以前电台的主播 会去陪伴大家 或在晚上的时候 就是大家一个人 在家里很孤独的时候 会有这样一个人 跟你在说话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还挺挺古典的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 特别深刻的粉丝 我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粉丝 从国内到国外都有 是哪种印象的印象深刻啊 这是 就是一个 有挺恐怖的一个国内的粉丝 他是 在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 他有一天突然问我说 测子可不可以把你 也全名的缩写告诉我 我说你要这个干嘛 但是说anyway 我还是给他了 我说叫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第二天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他把那三个字母 纹在他的左胸上 天哪 然后写的我的名字底下是 Never have How come to lose 就是未曾拥有残河失去 然后我真的 大惊失色 因为我跟他 他就只是一个 默默地看我直播的人 我对他也没有什么了解 他可能把我当成一个精神寄托 因为我后来知道 他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 家庭出现了 就他的爸爸妈妈出现了一些 变故 对对对对 他就把我当成一个小寄托吧 反正就让我挺害怕的 然后还有那种 我说的这个都是B站的 还有一个是 我直播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两个人 一个是小萝莉 一个是个大叔 这两个角色 在我评论区扮演的是情侣关系 然后那个小萝莉经常跟大叔撒娇说 大叔大叔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 我想给车子姐姐打赏 后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嘛 我就加了这个小姑娘的微信 我那个时候以为真的是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大叔 我就想跟他说 你这样子跟大叔可能不太合适 我想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加了他微信 然后这个小萝莉的号给我发了一串语音 我一听就是一个男人捏着嗓子 发气声的那种声音 就是这种声音 我一下子毛骨悚 然后鸡皮疙瘩全起来了 是一分是两角吗 对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他就发文字了 他说车子姐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就是很 鸡皮疙瘩的气 我不懂为什么 表演性人格 那正面的那种非常让你印象深刻的呢 正面的就太多了 其实我大部分的粉丝还是非常的支持 然后鼓励 其实就是一直陪着你 在你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说的时候教你 或者他们会告诉你 最近这个TikTok的出现了一些什么生态 然后或者他们想看我拍什么样的类型的视频会转给我 说我觉得这个视频很适合你拍 有点像互联网部落式的家人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在一个部落化的一个小的一个生态里 成为了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的那种感觉 对嗯是的 对我想问一下你在那个就是中国人去像去海外拍这种视频的多吗 就现在还是不是个狼孩我们还可以闯进去吗 我们三次没有这么新希望了 我觉得完全可以 为什么有希望 这为什么没有希望 我说我下游会有希望啊 我可还有第二份坚持干得下去 只要十秒钟 就是不是不是把我们每个月也弄过去啊 我就只有说听听你的电影 嗯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其实嗯 只要你是首先你有个亚洲面孔 然后你英文说的好 你至少可以 大家可以打文化差异的这张牌 如果懒得打光 懒得化妆 你就打文化差异的牌去聊一聊 你的文化和你怎么看待他们的文化 他们都会很好奇 比如最近其实你几个片在中国都播的不咋低 对他们也很喜欢跟我聊 就是比如说之前那个香港的明媛的那个案子 蔡天凤 对 然后就他们不知道为啥知道的特别快 传的一个比一个悬乎 然后跑来问我真的吗真的吗 那我说我也不知 OK 所以总结一下 视频拍短一点15秒左右 直播可以长一点 小本本记下来 小本本记下来 我需要就开始干了 我保证我坚持不下来 拍了一晚之后再也找不着我 对的 就是我觉得这还蛮难坚持的 继续 真有意思 你们有想问的吗 你不让我们要不要打岔呀 我们就 你没有啊 你可以接着往后问啊 对 那其实比如说 你在美区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欧洲区的 可以看到 或者说 有一些文化互通 或者还是有些差异的人 你的视频 因为你也说你有很多 比如说澳大利亚 欧洲的粉丝 对吧 对对对 感觉他们之间还是互通的 是的 我的那个直播里面 除了美国人 其实英国人会多一些 那其实差不多 文化就是没有什么 对 比较关联性比较强 就是 对 语言也互通 所以就会进来英国人会多一些 嗯 然后 其实因为我正好在英国也读过书 嗯 就是基本上美国人进来 我就会找一些 我身上跟他们有关联的点 比如说英国人进来 我说 诶 我之前在英国读书 我觉得什么什么东西好难吃啊 如果美国人进来 我就会说 嗯 我之前在纽约跟纽约的警察吵了一架 就是我还是要找到跟他们本国人相关的那个点 他们就会就啊 我懂你在说什么 对 然后就会想要聊 这也就是那个寻找那个共情 共鸣点 但是就还是得英文好 对 就你就听完 你就得回到真的得英文好 而且你真的是要多出去看看 对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 对 但是现在好像大量的在TikTok上有吃播这类多吗 我觉得这不用说 就吃吧 之前YouTube很多网统是这么说 韩国的那个 对 有的做ASMR吃播的什么的 都挺多的 这就不需要英文好了 能吃就行是吧 嗯 对 其实是可以的 而且我之前在刷到一个日本的一个女孩 她的那个内容就是没有语言 她是这样的 只要你 她收到什么礼物 就会做相应的动作 然后她特别像一个动漫人物 就是她会那样子呼吸 就是像打游戏的时候 那个人她不是会有规律在那里面上动吗 对 你给她送一个玫瑰 她又会做什么什么动作 你给她送一个特别大的礼物 她就会做一个非常绚丽的动作 完全没有语言 就是只看 可是她这个天赋能力有些好高啊 我没有这样的天赋 就像什么口技 然后我想到了那种什么配音演员 什么的这种 他们有些特殊的就是技巧和能力 所以他们可以去上面展示一下他们的天赋 对 那为什么你会选TT和 或者有没有尝试过 比如说 Instagram 对啊 因为你在B站上也只不过嘛 为什么初还选的是TT 我有尝试Instagram 可是我拍图拍的实在是太难看了 我调色的痕迹也很明显 到现在也搞不起来 就是我试过搞不起来 YouTube的话呢 都是尝试频 我也试过 麻烦 嗯麻烦 剪一个视频 太麻烦了 要拍又要剪 对 好卷 我觉得YouTube的好 好卷 就是就是那种 就是就是大家都说在B站上看到很多整活的人 我说那你真是没去油管上看整活的 油管的整活的人甩了B站很多up主义调节 就是他们的那个专专业程度 视频的打光 然后内容的扎实 我就是经常去上面看科普 我很震惊的 对 就是讲得极其的好 就是 嗯 但我觉得就是油管这个路就已经就我们掐死了 因为也不可能去油管做专业的内容 我经常看他们 比如说会用观察那个小松鼠每一年来他们阳台上 后来他们又做了一个什么实验 小松鼠要过很多关 那不得拍个好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 哎呦我还要剪 你还有不同的机位 你还要设几个钱 那这 太可怕了 我还是去说 We are a boyfriend 嗯 对 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TT的电影是10个亿 就是它确实门槛上油耗很多 对 对 对 它背后比如说它的滤镜 还有像剪辑工具相关的配乐 它肯定都是一体化的 你就拍个视频 对油耗 对普通人非常的油耗 对 入门门槛比较低 相对来说低一点 但是要坚持下来也很难 因为大家都会 但是真正 你就很难就坚持下来说 每天去拍这个嘛 我觉得最大是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最 最 我刚听完那个册子说完之后 还有它 对于跟粉丝交流 还有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我觉得这种跟人打交道的能力 以及在情绪上的处理的能力 反而是比拍视频本身要难很多 嗯 我就很难想象 我还要跟粉丝聊天 还要在不同的群里 处理他们的关系 碰见一些跑来骂我的人 你可以 骂回去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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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你现在就经常处理 哎 南姐你怎么这么拉 都会 会处理这些问题 对啊 我觉得我不行 我觉得 就很 不要往后退 往前走一步 我们用刚才 把你收割的话 来攻击你自己 其实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某种东西来说 它降低了你的这种硬件的门槛 就比如说你不需要特别好的设备 你不需要精通剪辑 精通音乐 精通画面 但是它大幅的就是让你本身的一些自然的特质就出来 比如说蓝姐这种知心姐姐就可以上去做个知心姐姐 今天你怎么了 来跟我谈一谈 我想Q你 你不要消失 没有 没有 我提了这么多问题了 是不是 再做今天 其实我是好奇的 就是那个 我听到如果我是做这样的直播的话 我想那个生活会不会 生活和你直播的这个界限就模糊掉了 因为你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跟朋友吃饭 我随时随地在想 哎呀我这下子要不要去做 我要不要来做一个直播 就你的生活和你的直播就是有一点 已经就是模糊掉了 会占据到你生活的一些部分 真实的和现实的已发生的一些 不能叫混乱也好还怎样 就是这些界限模糊掉了 会其实会带来另一种负担 其实我作为普通人来讲 我开这个直播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顾虑 对 我自己的原则是 只要我跟朋友在一起 我就会专心致志地去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只会在独处的时候去直播 或者我明确知道这个人 很想跟我一起直播 那我会说好 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看 否则就是我的这个直播在我生活中的排序是 它是在我的日常的社交 日常的工作之后的 就是它首先不能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正常生活 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些百无聊的时候 我可能会挤压一些摊在沙发上的时间 或者是自己在那刷 刷视频 刷抖音的时间 会挤压掉这些时间去直播 就尽量还是会分开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B站的时候 试过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也在播 这我发现其实一个不仅直播的内容不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全新的跟观众互动 同时也会到 也会影响到你朋友的感受 因为他有的话可能不好意思说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 就是零负担那种没有尽头恐惧 其实很多人是会有一些负担 怕说了不该说的话的 是的 对 总会会分开 对 其实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区隔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像一份工作一样 就是你在跟朋友吃饭 你就不要想工作 你的工作的时候就不要想跟朋友吃饭 就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 去一份兼职的工作 去独立地处理它 是这样的 但是我还是始终很羡慕 因为我听完以后 我为什么会觉得 TT比抖音油耗很多 是我的错觉吗 还是说是一个个例的现象 我觉得至少比B站要 比现在的B站要 没关系 不要紧 因为我是从B站转 虽然中间可能间隔了有两年 但是我是从 就是我在B站也播过 在TT也播过 我觉得B站后期的直播的氛围 会让我觉得有一点 利器 对 有利器 然后有过于的喜欢幼女 我非常讨厌这一点 我很受不了这一点 对 以及他们会玩一些 让人不适的梗 这些我都不太受得了 但是现在TT 至少他们没有玩梗 我觉得就挺好 我觉得简中互联网 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整体的生态都很恶化 包括你在微博上 一言不合就要吵起来 对 然后我也不怎么看 就是那些东西 就也是因为就是 我没有办法预测 我会翻到什么样的评论 和一些就是东西 然后很容易就陷入争论 包括我们连做播客 都小心翼翼 我们每说完一句话 都要解释一下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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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们不是竹子搞嘛 你在聊天观众 有时候嘴瓢了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 我改正错误 我这个意思就是 大家不要太介意 不但我觉得人家在那个上面 给你指证那个错误 就提醒大家 这个事倒是没什么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给你一个补充 就是对 大家就 我们都心态放宽一点 这就是一种养成 其实主播也在养成观众 对对对对 我是感觉有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也在就是 缓慢地改变他们的想法 或者他们对于 你所在的这类人群的想法 比如说我之前 就是直播的时候 有碰到一个美国的老白男 他进来就说 大家不要告诉他关于 不要告诉册子 自己的任何个人信息 他只是派来窃听 大家个人信息的间谍 What 然后我就说 天哪 我只是问你们 吃了饭没有啊 我然后后来我就 缓了一下自己 我说这样 如果你觉得我是间谍的话 你可以留在这里监督我 看我有没有 去窃听大家的信息 然后后来过了 大概十分钟吧 他给我打赏 你好棒啊 你看坚持到最后这天 你真是我见过的 心态最好的自媒体 情商大师 因为我看我们也 之前彤彤姐也说过 就是 每种换的换湿的感 睡觉真的是 休息都休息不好 就就会有压力 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状态 看蛮好的 可能还是因为 我不靠这个吃饭 现在还有主业 可能一旦成为主业 我可能就没有这个心态了 就可能还是寻求个平衡 或者说 比如说TikTok 将来有很多很多很多中国的博主的话 可能生态也会变化 是 是的 现在有一些出海的工会 他们想把国内的那套 引到海外去 就是像国内 其实大家 主播会给大金主非常高的关注 其实国内现在是想要把中课 自己成重课 但是在TikTok上面 现在其实它的阶段 依然是把零课自己成微课 或者是手冲 所以 阶段不一样 对 所以我就是 我觉得可能现在出海工会 如果完全按照国内那套 去对待海外的用户来说的话 并不太合适 因为他们首先是没有这个打赏习惯的 你需要去教育他们 告诉他们 比如说这个主 这个观众 他关注了你 但他可能一直跟你聊天 他没有意识到说 我喜欢这个人 我要给他送礼 那你可能要去引导 他说如果大家很喜欢 我可以给我送一个一美分的玫瑰 这样子 然后去引导 所以 TikTok有一个功能 就是当这个用户从来没有在这里充值过 但是他第一次送礼的话 会有一个badge 就是提示说这是他的first gift 就是对我来说 其实这个first gift的这个标志 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就意味着我让这个人为我开始充值了 他从此下入充值的路 我就会觉得很高兴 但这个权重应该也很高 如果有大量的新用户为你送出了first gift 这个后期在流量倾斜 还有在一些分层上应该权重蛮高 是的 所以我可能不会对已经重客的用户 投入特别高的关注 因为我本来也希望能稍微拉开一些边界感 所以我会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在去跟维护我的这个新关注者 新粉丝上面 你是不是也更愿意跟他们保持是一种浅浅的交往 不是一种深度的就是那样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那样很有负担 就比如说榜一大哥你要跟他 哦我不会我不会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拉一个群 就是让他们自己聊 我就不说话了 对我就不吭声 我只有开播或者是我要做什么event 做什么活动的时候 我说嗯今天开播了 我会喊一声然后就 那其实你这个群其实是高度去中心化的 对不起因为用了一些回话用语 就是你不是一种 就是说这个群是为我而建的 所以你们要聊东西什么 是以我来企划头 我去高度的维护这个群的 管理这个群的话题走向 我不管 就是我只是建了一个群 你们爱干嘛干嘛 你们只是恰好相遇在这里 是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么说 我比如说拍了新视频 或者我的日常的一些照片 我会在这里发 发一下就完了 对因为我猜好像没有朋友圈的功能 我会发一些这个照片啊 或者是视频啊 或者是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某个新闻 跟某个粉丝是有关系的 我会发到这个群里面 我会at一下他说 这个不是你上次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平衡吧 我不能让他们完全围绕着我 完全围绕着我 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 一个一个的去 每天聊我自己也会很累 我不喜欢一直聊我自己 我喜欢看他们聊 但是可能对于一个全职主播 或者是个人魅力非常强 然后很喜欢去自我展现的主播来说 可能中心化是一个更好的 但是我个人的习惯性格就是 不要老关注我 所以就会尽量让他们多聊一点 引导他们去聊天 很厉害 我想问就是比如说 你像这样子去引导他们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们给你的这个回馈 会不会让这个就是整个的 就是中心偏掉 或者说完全飘掉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掌控他们 他们爱怎么发展自由来去 甚至于粉丝走了你也不在乎 离开了你也不会去挽留 粉丝走了不是很正常吗 心态相当好 对 我觉得粉丝来了必然会走的 所以走就走了 反正会有新的人来 就很多人有那种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特别重 这种反而就是不太好 对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就是赵本山的女儿嘛 她当时就形容说 她直播间 因为那个人数是实时在变动的 你就发觉你讲一段话之后 直播间嘴巴还一见 那个压力太大了 这个东西太累了 而且心理压力 对你会关注这种数值的变化吗 会影响你 我会 就是比如说流量特别好的时候 可能几百上千人 我打PK了 或者是我这一段时间没怎么互动了 人数一下子降到几十 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沮丧嘛 然后我就有另外一个话数了 我说现在人少了 我们就更private 我们就可以聊一些更personal的话题 这里就是一个专属于我们现在在场的这一群人的一个小小的没有人打扰 也没有喷子黑粉的一个小的直播间 然后大家可以 小的小的乌托邦 对 你这是个运营天才 我震惊了 就是这也可以圆回来 对 要不然这个就很容易心态失衡了 就一想 哎呀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散了吧散了吧 就就会有 对 其实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 但我一般是因为聊这么久也没个礼物想播了 算了 要hold住自己那颗 那个沮丧的心 嗯 对 对 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业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很久 就因为你积累的东西都是自己嘛 这个算私欲对不对 其实这个粉丝算是私欲粉丝 嗯 被关注的都算私欲了 哦 嗯 其实我 我没有我妈会 我妈特别会 你妈妈 我妈她不会讲英语 但是她特别会管 呃 这帮美国人要礼物 她帮我要到了好几个超级大的礼物 怎么要呢 是这样的 我 我也很叹为观止 对于我妈的这个能力 嗯 她只会简单的一些单词 然后那天她跟我在一起播 然后她在那儿哼哼 但是不是唱歌 然后评论就问说 哎你妈妈会唱歌吗 我妈就说 呃 sing I think one lion lion大概是一个五百美元的礼物 她说你们想让我唱歌给我送一个五百美元的礼物 然后她又她又说这个话 后来真就是大家就觉得这得多好听啊五百美元 然后就真的有人送了 送了以后 巨难听 就是我妈唱歌超级难听 就是磨耳朵那种难听 然后他们就开始他们就疯了弹幕就疯了说别唱了啊让阿姨别唱了 我妈说想让我停下来一个六百美元的礼物 天哪 天哪 这也行 她说要不然我就一直唱我就待在这儿唱 然后他们就说阿姨你要不然吃个饺子吧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过年 她说她说他们说厕子快把饺子塞到你妈嘴里 我妈说不没有六百美元的礼物我就是不停 好像真的有人送了六百美元的礼物 我妈就心满意足的停了下 你妈妈这也是孕姻高手 天哪 这是一种遗传的天赋 对 这真的是 这是一种遗传的高情商 就是很可爱这样的互动 对 我想让我妈睡一睡 情商很高 对 你妈可以开个 开个那个 你可以给你妈开个母女直播 对 对 对 就是跟我想象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毕竟大家刷抖音什么的感受到和TT还不太一样 所以对TT都还比较陌生 是的 可能我对TT想象也想的就是一个国际版的抖音 对 也不会再想太多 但是今天听讲 我觉得感觉进入了另一个次元的感觉 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而且就是很友好 没有我想象中的会有很多 比如说拨眼球 或者是出格很流量和导向的东西 或者是没有什么 还是说这种东西其实是 就是你在TT你可以刷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而不你可以屏蔽到你不想要的 对 对 你还是要自己 大家还是要自己去为自己的这个推荐流的 其实TikTok上面有很多猎奇的 就你刚才说的那些生态都有 而且很多流量也很高 就是看个人选择吧 我看那种会稍微少一些 我看到了以后就立刻滑走 也不会点不喜欢什么 就立刻滑走 它就不会停留在那里 对对对 它就不会在那里 推送那种 你会担心就这样子会显得像过于在一个安全区的感觉吗 就是说我为我自己打造了一个完美的信息绿炮 它只会为给我我觉得舒适和喜欢的东西和人 或者我只会跟我觉得舒适和喜欢的人在一个圈层里 然后会不会停滞呢 对你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会不会停滞呢 或者说会不会趋同呢 就是大家好像显得 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说话 然后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public的空间了 我是觉得在我现在做的这部分人里面 我还只是一个就是刚刚开始 就是我能吸引到 或者跟我能臭味相投的这一波粉丝 其实我他们的人群是非常庞大的 我还远远没有触及到 我就觉得我就只想跟我合得来的这部分人去聊天 public就我不太在意public 我只是觉得我并没有在这一块里面做到 我就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所以还可以再接着往下去做 就是可能在座上做到比较中期或者后期了 可能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吧 刚才说的那个tiktok好像是另外一个次元 然后氛围特别好 其实只是我的直播间特别好 是因为我非常着重的跟我的房管共通过 我会要求哪些评论 只要一出现你就疯掉 不让他们带节奏 不给他们一秒带节奏的时间 比如说有一些人问我 那个can I marry you 就是这种求婚的 胡说八道的这种话 我说不行 第二个是就是关于政治的 政治的不能聊 然后另外就是关于隐晦色情擦边的 只要有暗示你就给我封掉 因为有他们说的有一些外国人的那个狗 礼语是擦边的 但我听不懂 但是我的房管们都能听懂 我就说只要碰到这种立刻封掉 然后他们一开始封的时候 我会鼓励他们 我会说你们做得很好 我觉得你们在很努力的保护我 我觉得非常棒 然后他们就会很认真的去维护直播间节奏 所以久而久之 大家也不会再去往那个节奏上面跑 就过滤和进化了这个直播间的环境 对 是的 是的 时不时都会有 但房管做得很棒 在此迷信我的房管 虽然他听不懂 对 我觉得还就蛮意外的 这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收获 让我觉得今天 而且感觉好像回去 哪个手机可以开始尝试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下次可以试一试 我想去尝试一下这个直播 你们可以加入我的直播 每次我的嘉宾那个数据都特好 没问题 那我们分三次加入 是不是破有点晕晕的天下 笑死了 笑死了 我觉得我今天还蛮实用的 有很多很实用的小技巧 而且确实让我很 感觉开了一个新的次元 对 我今天两位女嘉宾都好棒啊 所以不是就是 我觉得是其实你 你想你看到的 其实更多的来自于你的选择 就是你想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什么 或你愿意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取决于你的 比如说他想提提 其实他也鱼龙混杂的 不是说是一片净土 对 还是我觉得还是测试 他的个人选择和他的好物 就是我觉得你的策略和你的这个 就是阶段还是比较分明的 还是你选的还比较适合你当下的状态 嗯 你还会后面一直播吗 一直做下去吗 嗯 目前看来是会的 嗯 嗯 因为我也很喜欢就是 就是 直播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 压力的舒缓 或者是 就是是会给我带来快乐的感受 哦 就反而不是一份工作 那种要要做一点事情 对 其实是双向的 观众他们觉得孤单 他们想要陪伴 主播那一样的 也会有一些东西想要表达 或者有一些东西想要了解 从他们身上也可以获得 除了金钱之外的东西 对 嗯 其实我跟我的几个长期关注我的人有稍微聊过 他们其中有的 有一个人是自己的家人在一次车祸中全部去世了 嗯 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说那个你今天打算怎么庆祝 他说册子其实我今天没有办法庆祝 因为我家里只有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嗯 所以庆祝不庆祝区别不大 我说天哪怎么回事 他说就是因为都去世了嘛 对但是他也没有很多的去聊这个话题 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生活中是 嗯 其实是很孤单的一个人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些粉丝就是养很多的狗 嗯 然后还有一个老头 他是有一个自己的农场 他特别喜欢他的一头牛 每次进来直播间都说 册子我的牛最近怎么怎么样 就会有一种朋友的那种感觉 嗯 对我觉得还挺温暖的 就是好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 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 大家成为了家人 大家获得了某种就是情感上的 很干净的一种慰藉 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就是只是说我真的很孤独 我通过现实生活 找不到那样一个互相的安抚 互相的形成一个团体 那我在网上获得了这样一种慰藉 嗯 主要他还把那些的 你把刀给踢出去了 因为有时候我不太愿意在网上说话 是因为力气真的太重了 我也感觉到就是经常会很 要很小心 如果你就是哪句话说的不对 我就会被挑出来哪个地方 是有问题的 对 就很担心 就是因为暴力 其实是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网上 对 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但你已经跟网管 已经沟通这么好的话 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可以聊一聊 对 好 好啊 行 谢谢我们的册子 要那个 就而且我觉得像测诊这样子 就是能够持续做上去 还是首先是因为热爱 就像我们三个做播客一样 你要是先 先要我还是这种感叹 不然的话你 你老是想着我来搞钱 我先来想我怎么样去搞钱 你这个压力 体验感就会不一样 对 当然搞钱也很重要 对 能赚到钱是很大的 是是是 但我就说你要 因果关系要搞清楚 你是因为喜欢做 他是喜欢做直播 喜欢拍这些东西 喜欢分享 然后再做 你如果先是 我是因为 我是因为要搞钱 我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他可能 长久不了 而且带来的效果 和你的选择 也都不会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搞钱不重要 搞钱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副业的选择 建议大家可以练一练英语 对 西班牙语也可以 第二 就是我们开一个业务 就是如果想去TT上 做直播 可以先到我们这 学习学习英语 可以先 先找我们的册子培训一下 对对对 最近可以提醒 最近我在小红书上 杀到好多人 就是现在很多人 不都想做出海吗 都觉得TikTok是个蓝海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机构说 你给我交多少钱 我给你所有的培训课程 大家一定要谨慎争辨别 很多人因为这个都被骗了 骗了 是的 一定要仔细争辨 对 你要不要留下 你的社交账号回头 让他们去某个平台 可以找你咨询这些事情 可以搜我的B站的账号 就叫大册子0927 大册子0927 大家记住了啊 嗯对 如果想要了解 比如说出海呀 或者是一些TT的运营的问题 可以跟他去交流一下 对 谢谢 谢谢 我真的之前遇到过 这种当时写稿子啊 小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那个群 那个群里面那个人就说 他说我是以前是那个字节的 然后呢 我就出来做这种授课的 讲了就好像仿佛是什么干货 比如说我教你怎么样进入注册这个账号 不不不 讲了几天 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收费了 20天密集那个培训 然后就让你就马上就能够进入这个TT 然后我先给你搬运一些那种视频什么的 然后19800 19800 20天 可能中间有很多那种就是拖嘛 哎呀这个太划算了 我们老师一对一吧吧吧吧 然后我就一直在里面签什么 就看这个 就想说把这个东西写一下 后来也没写 最后就是到最后 快说哎呀最后三天了 到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们将到六千八 到最后 然后老师后来还加我私信 就一直看我没有就是做这件事情嘛 那个学员我给你 就是我觉得你的潜质非常好 我觉得要跟你专门给老师申请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金额 三千九吧 最后看我一直没有 我会说 嗯两千五可以吗 上次是一个彻底的骗局 后来我就把他拉黑了嘛 就做那稿子也没做出来 因为就是种种原因就没做 那总之就是想要冲过梯梯来出海的人 真的是挺多的 然后很多人就抓住了你的这个心理 就你高额的这种学匪 其实我们大测子 我们测子今天的这个干货 绝对值一万九千八 对的 是的 听完这一期历声一万九千八 这期节目只败九千八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